你看这个肉汁 全都清了这个包皮外面了 这边肉汁 这边辣椒油 两面都迷糊 香 今天呢大家伙吃一个 我俩自从来北京开始就很想吃的一个 浙江盛州小笼包 大家都以为好像这个小笼包是杭州的 但其实并不是 就这个盛州这个地方 因为它不够出名 所以所有地方不要都是杭州 我们马上就到地方了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后面还是堵人的 堵人了 所有进入园区人员 佩戴好口罩 自觉嗓马登记 这好像一个创意员不 救命 哇好多好吃的呀 拉面 手擀面 麻辣香锅 羊肉泡沫 哇塞 这是小食堂啊这是个 咱们先直奔主题好吧 那个用鸡蛋弄的那个小笼包是怎么点的 我来个那个什么爆蛋 再来一剃梅塞口味的和一剃鲜肉的 你看人家现做现包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成熟小笼包 多少钱啊三份 19加1433 你说一剃平均是11块钱 你们都是盛州人是吗 对 现在知道吗 我知道 那小笼包其实最出名就是盛州的嘛 但是大家都打着杭州的旗号 好多的小笼包都有假的 河南安徽都有写的 这是什么爆蛋 生煎爆蛋 哎哟 把这个包子直接用鸡蛋爆出来 我口音怎么变了呢突然就 哈哈哈 走 咱们先去吃这 吃看看下面啊 哇你看这肉馅 已经溢出来了 满脑溢出来了 这个皮好薄啊 哇这肉馅 这包子感觉是我的梦中情薄 这肉馅味太香了 虽然肉馅看得不大 你看这皮太薄的 整体这个肉味特别浓郁 哇吃得很啊 哇 你烤得好吃 太好吃了 哎呀 准备这太香了吧 我蘸这个出去 蘸一个试试 这还是那个了 这这这这谁见得不迷回呀 朋友们 包子裹上鸡蛋再裹一次 拿辣椒油 哎呀 下面一会儿 哇好爽 但还不够辣 带点小根据今天 这个吧 现在家里这么吃 只不过每次我出门的时候 忘带小辣椒出来了 你看看啊 蘸点这个 这个蘸点 哇得吃 我说的是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来看一眼 这我就是被这玩意诱惑的 其实我就从往看这玩意一眼就走不动道了 这太香了 小肉汁 小包子我一口直接就能吃三口 再带一个 你看这个肉汁 全都清了这个包皮外面了 哎 Delicious 看着就是非常的Delicious 这边肉汁 这边辣椒油 两面都迷糊 香 哎 梅菜的后面也是这样的 肉汁全部浸出来了 看有什么区别啊 啊 啊 你玩一下 特别浓的梅菜的味道 哎 你闻不着我忘了 你会有钱给你买一个能闻味的手机 哎 过分 好有特色啊 这个包子 梅菜味特别浓郁 哪怕就那么几根梅菜 这个你绝对爱吃 给你试一个 是不是你爱吃的梅菜的味道 哇 就跟那个梅菜肉饼似的 一样一样的感觉 这个好吃 甜的嘴的 吃有点甜的嘴的 就梅菜的味道嘛 那这个留给你 哪就吃这个 这个鲜肉的 来一包四连发棚的 这上面写着什么 看得见吗 点赞 投币 就是什么 每一步都暗示着一切 这太好吃了 我再吃一个 这是刚出了我们的贼汤 还冒着热气呢 我这把这辣椒嘴的就得了 盛州小龙包 在北京吃已经那么好吃了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要去盛州本地吃一次盛州的包子 我听说他那包子还有豆腐馅特别出名的 一定要去尝一下 那这期我们就到这结束 这是什么的 是我们下期再见